为压制缅北数十路反军,缅来大将要下血本了。 因为,缅军多个营地和大批据点,都是被无人机轰炸以后快速失手。 以史为境,可以置星体,以人为境,可以名得失,欢迎订阅真正历史。 缅甸军方已经准备向以色列、俄罗斯和泰国订购反无人机武器和电子干扰系统, 包括单兵反无人机电磁枪、防空高射击枪、电子干扰设备甚至的激光防空系统等等。 但是,电磁枪有一个致命缺陷,它是指向性的。 你必须看到无人机在哪里才能发射电磁波。 实际上,在缅北山区战场,士兵很难发现100米至200米外的无人机。 等能够看到的时候,无人机投掷的炸弹已经在急速下落。 最好还是被动雷达侧向,然后激光扫描确定无人机位置,然后靠高射击枪打无人机。 但是这种打法对付几架无人机还行,一旦无人机发动自杀性突袭,就连昂贵的雷达车都能给爆了。 关键是打无人机要看主人啊,在平时警察能管理无人机。 那是因为无人机机主看见警察,就赶快道歉承认错误写检查,赶紧说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在战场上,缅军干扰果敢同盟军无人机,保卫军无人机,那迫击炮随着信号就打过来了。 果敢步兵分队钻着81-1突击步枪,就包抄上来了,拎着机枪过来找你讨说法。 在俄乌战场上看到无人机,你想反制,不是他变美,就是你变美。 小型军用无人机80%以上的成本,都是用在抗干扰和保通畅上面的。 想要电子干扰没有那么容易。 俄罗斯有五个电子战旅,而且每一个摩布旅,还都有一个独立电子战连,在俄乌战场,俄军完全压制住乌军无人机袭击了吗? 完全没有。 在真正的战场上,很多时候并不是士兵没有反制措施,而是士兵根本都不知道头顶有这么一个无人机。 现在商用无人机能做得很小很静音,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一个士兵是很难察觉到无人机的声音的。 缅甸军政府一方面订购反无人机装备,另外一方面再次督促两个缅军野战师发动反攻。 但是,果敢同盟军在控制滚弄木邦大桥以后,又再次组织果敢同盟军和德昂军发动联合攻击,经过一个小时突袭战,成功夺取景地大桥。 缅军援助数十辆装甲车和装满士兵的卡车,被阻隔的河对岸,缅军现在不仅无法增援老街,甚至已经无法增援蜡树。 从木邦到滚弄中间的南渣拉药赛区,也已经被果敢同盟军和德昂军控制。 缅军主力就是全部抵达蜡树,也很难进入北部前线。 同时,果敢同盟军已经夺取木解金三角边茂口岸,距离被缅军炮火攻击的停车场已经只有1公里多路程。 在11月23日,缅军炮轰当中,导致这座边境贸易口岸有100多辆货车被摧毁,货物损失严重。 在105码方向,果敢同盟军正在发动攻击,实际上105码就是过去的盟友。 当年在抗战时期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就是在盟友胜利会师,现在该地是一个重要边境商品集散地。 缅甸的危机加深,缅北汉人的困境加剧。 这场战争对缅甸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道主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加剧了缅甸的政治危机,军政府和民族武装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进一步激化,和平和解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茫。 它影响了缅甸的经济发展。 缅北地区是缅甸的重要经济区域,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和投资关系,战争导致了经济活动的停滞和损失,也影响了中缅边境的安全和稳定。 它造成了缅甸的社会动荡,战争导致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 联合国估计,已经有超过6000人因战事而逃离家园,其中一些人甚至逃到了中国境内。 它加剧了缅北汉人的困境,缅北汉人是缅甸的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中国移民的后裔,有着自己的文化和语言,但又没有被缅甸政府承认为正式的民族。 缅北汉人在缅北地区有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但也经常受到缅甸政府和民族武装的歧视和压迫。 这场战争,让缅北汉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既不能得到缅甸政府的保护和支持,又不能得到民族武装的尊重和信任。 缅北汉人要做好打赢决战的准备,保卫自己的家园和利益,也要寻求与中国和其他民族的合作和沟通,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发展空间。 对于果敢同盟军而言,他们目前所取得的初步胜利只是一个开始,尽管他们成功控制了关键战略点。 但要维持这些胜利并进一步巩固地位,他们需要持续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布局,这意味着不仅要在技术和武器系统上进行投资,还需要在战术和战略规划上进行深入思考。 此外,果敢同盟军还需要考虑如何在持久的冲突中保持自身的战斗力和士气。 在更大的战略层面上,缅北地区的冲突不仅仅是一场局部战争,更是缅甸国内政治斗争的体现。 明昂来及其军政府需要在军事行动和政治稳定之间找到平衡,这一平衡的寻找可能会导致缅甸军方在战略上做出重大调整。 同时,也可能对缅甸的国内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果敢同盟军的震撼一击,夺取关键桥梁。 果敢同盟军,曾经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力量。 如今却以出人意料的联合攻击,成功夺取了关键的桥梁,使缅军的增援计划化为泡影。 这一壮举不仅让缅军措手不及,更给整个果敢地区带来了一场震撼。 果敢同盟军,原先被视为菜鸟的存在,如今宛如变身成了雄鹰,准备翱翔于政治军事的蓝天。 果敢同盟军的壮举并非止步于夺取桥梁,更是以掌控金三角编冒口岸的方式。 形成了对缅军的直接威胁,木解金三角编冒口岸一度是缅军的重要通道。 而如今却成为果敢同盟军的战略要地,这一掌控,无疑给果敢同盟军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他们在战场上游刃有余,形成了对缅军的直接压制。 在果敢同盟军逐渐崭露头角的同时,缅甸军政府却陷入了米昂来大将领导下的政治经济困境,自政变发生后,缅甸经济开始一路下滑,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也逐渐丧失。 米昂来大将或许曾是缅军的中流砥柱,但在政治的舞台上,他似乎走到了悬崖边缘,民心的支持一再失手。 政治角度的分析 从政治角度看,缅甸的当前局势复杂而敏感,米昂来将军的决定购买先进武器是为了维护政权的稳定,但这也意味着他愿意付出高昂的代价来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 然而,反政府武装的崛起显示出,缅甸的政治变革迫在眉睫,果敢同盟军的士气高涨和地方控制力的增强,为他们在未来的政治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提供了有利支持。 军事角度的分析 从军事角度看,缅北的战场是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 无人机技术的应用给战局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尽管缅甸军政府购买了反无人机装备,但在山区战斗中,这些装备的实际效果仍然面临挑战,果敢同盟军的游击战术和地理优势也使他们更具灵活性和战斗力。 这场冲突反映出,现代军事技术与传统游击战术之间的角力,军事战略的博弈将在未来继续。 经济角度的分析 在经济方面,缅甸的困境显而易见,政变后的经济衰退严重打击了缅甸的国内生产总值,导致生活水平下降,通货膨胀上升。 这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是一场经济灾难,缅甸政府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军事问题,还包括振兴国家经济,为民众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 在这方面,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应对,将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原政治角度的分析 地缘政治在这场冲突中也起着关键作用。 缅甸位于中国、印度、泰国等国家之间,其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棋子。 不同国家对缅甸的利益和立场各不相同,这使得缅甸的冲突变得更加复杂。 国际社会对缅甸局势的态度和行动将对未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社会角度的分析 从社会角度看,冲突已经导致数以万计的民众流离失所,成千上万的人被迫离开家园。 这场战争使人们失去了亲人、家庭和生活的稳定。 这不仅对个人和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也对整个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何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将是未来政治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缅甸的当前局势是一个多维度的挑战,涵盖了政治、军事、经济、地缘政治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这场冲突不仅对缅甸本国产生深远影响,也影响到整个地区和国际社会。 缅甸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较量将决定国家的未来走向。 然而,不论结果如何,这场冲突已经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灾难,需要国际社会的关注和干预。 缅甸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必须寻找和平解决方案,以结束这场长时间的冲突,恢复国家的和平与稳定。 禅社会长